似乎現在委員會的取態很清楚 就是它那個資助的對象以半日制服務為主 然後呢 就跟著在B那部分 才講一下全日制是怎樣 但其實說不到些什麼 那就是全日制和長全日制 究竟現在那個 在委員會考慮的時候 它的角色是怎樣呢 我們一直很希望就是 就是半日制、全日制、長全日制 是一個多元的資助系統 那就是說呢 是適合有不同的需要 特別呢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我們雙職家庭的那個需要 那 怎樣能夠跟這個人口政策能夠配合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來的 但是現在在第九段那裡很清楚呢 它就只是提出了涵蓋半日制服務 那 撥存日制 長全日制 在整個政策上面 現在委員會怎樣考慮它的定位呢 是 標準 多出標準的 其實是 在這個資助範圍 想在資助範圍以外的 還是怎樣呢 還是覺得它有一個獨特的價值呢 我想在這裡再一次強調 免費幼稚園教育 是涵蓋了 三至六歲 有需要接受 要求幼稚園教育的學童的需要 是它的對象的大前提 在不同的場合我都再強調 雖然大部分都是用半日制的模式 特別設計 活動的設計等等 亦都很多周遭的國際國家地區 都是以這個做大前提的目的 就是剛才國際委員都強調 其他時間 它有很多發展 或者學習的空間和模式 但我們都強調 半日制 全日制 和長全日制 都是就社會不同的 背景家庭的需要 是作出很大的價值和貢獻的 所以在今次這個 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整個程序裡面 它們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不希望有任何的誤解 覺得只是針對這個半日制 而不考慮長全日制或者全日制 它們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角色 是就這個有需要的家庭 現在需要研究的 就是就這個全日制和長全日制 它們的人力架構、服務模式 它的活動設計等等 學習理念 怎樣去作整體的系統配合 這個就是移舊委員會 在研究的部分 很多的熱拜代表都有份參與 我留意到最近主席 在各別報章有這樣的報導 所以我特別強調 三者直到目前為之三種模式 都是擔當了它們不同的社會價值的貢獻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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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北京 那邊 在北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